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为了追求全球AI领先地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 根据斯坦福大学的2024年人工智慧指数报告, 美国去年在私人人工智慧研究上投资了672亿美元,是中国77亿美元的9倍。 韩国以13.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九。 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11月的一份报道, 韩国科学和信息通讯技术部近日表示, 由于全球人工智慧AI晶片需求持续增长, 韩国难以获得必要的AI硬体, 因此将原计划于2025年推出的耗资2.9兆韩元约合20亿美元的6号超级计算机推置到了2026年初。 据悉,6号超级计算机是韩国目前最大的AI专案, 目标是为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提供AI运算能力。 但由于相关AI晶片供应紧张, 加上价格大幅飙升, 使该专案计划重新调整, 以应对财务成本上升。 NVIDIA的H100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AI晶片之一, 目前每颗售价约为35500美元。 此外,随着OpenAI、Microsoft和Meta等大公司 以及各国争夺最新的Blackwell晶片, 预计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据报道,沙吾蒂和阿联酋等国家 已加入人工智慧晶片的竞争,凸显了该问题的地缘意义。 PST超级运算基础设施中心主任Hong Teyang说, ChatGPT繁荣后, 对AI晶片的需求激增造成了供应危机, 并推高了成本, 进一步受到货币波动的影响。 即使将预算增加53%至约31亿美元, 确保必要的技术仍然不确定。 Rebellion执行长Tark Sunhaim强调, 经济实惠且可靠的GPU对工业和研究都至关重要, 但要确保这一点需要国家支援, 这超出了单个公司所能管理的范围。 CACO执行长Hong Shina补充说, 任何一家公司都越来越难以投资GPU所需的数十亿美元。 保护GPU和互联网资料中心应被视为国家优先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韩国6号超级计算机专案的推迟, 韩国现有的超级电脑运行利用率已达90%, 韩国宪政面临运算危机, 这使得一些研究人员不得不依赖海外的超级运算设施。 究其原因, 还是韩国在获得关键AI晶片方面的延迟, 威胁到该国的超级运算能力, 这凸显了在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的竞争中激烈的全球竞争和财务利益。 韩国推动AI进步的雄心正面临障碍。 而未来支撑, AI技术的关键毫无疑问落在了2奈米工艺晶片身上。 虽然此前台湾经济部长郭志辉公开表示, 台湾的科技保护规则使得台积电目前无法在海外生产2奈米晶片, 因此台积电必须将其最前沿的技术留在台湾。 但是,近日台湾国科会主任委员吴成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松口称, 台积电2奈米在2025年量产之后可以讨论赴海外生产。 此前,在川普成功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后, 外界曾传出消息称, 台积电可能被迫提前在其位于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晶圆厂生产最先进的2奈米晶片。 谷智辉当时曾回应称, 由于台湾有相关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技术, 台积电目前无法在海外生产2奈米晶片。 尽管台积电计划未来会在美国生产2奈米晶片, 但其核心技术将留在台湾。 然而,在11月底,台湾国科会召开的委员会议记者会上, 吴成文表示, 目前台积电已经量产最先进的3奈米制程, 根据台积电的计划,预计将在2025年底量产2奈米。 随后,台积电将进入下一代制程, 届时可以讨论台积电2奈米制程是否可以转向海外生产。 对于外界担心, 台湾半导体技术及产业因为相关厂商在海外持续扩张而空心化的问题, 吴成文表示不会, 因为台积电下阶段制程研发已启动, 且是在确定2奈米制程量产后才会考虑让2奈米制程外移。 吴成文强调, 国科会和经济部立场一样, 半导体制造最先进制程以及研发中心都要留在台湾。 此前, 川普曾指责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生意, 吴成文回应称, 事实上半导体涵盖设计、材料、设备、元件、制造等是复杂体系。 整体来说, 美国在半导体技术是最领先, 不能只简化到制造而已。 他说, 台积电只是专注在半导体制造, 其制造技术如今是独一无二, 因此各国都找台积电合作。 看见美国与台湾就2奈米产能产地问题而不停地争论, 日本作为昔日半导体强国自然是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据朝日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即将推出的今年度补充预算案中, 将编列一笔1.6兆日元的预算用于原著半导体AI产业。 其中, 日本政府将对目标2027年量产2奈米的日本本土晶圆代工厂Ribus 追加补助8000亿日元。 报道指出, 为了实现2027年量产2奈米晶片的计划, Ribus预估需要约5兆日元资金, 而日本政府虽已决定对Ribus援助9200亿日元, 不过仍有约4兆日元的资金缺口。 而在此次的补充预算中, 日本政府将对Ribus提供追加补助金, 用于作为研发费以及当前的营运资金。 资料显示, Ribus成立于2022年8月, 由丰田、 Sony、 NTT、 NEC、 软银、 Denso、 Nand Flash大厂凯霞、 30、UFJ等8家日企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 前几家商业公司各出资10亿日元, 30UFJ出资3亿日元。 Ribus目标在2027年量产2奈米制成。 Ribus今年8月宣布, 2奈米晶圆厂建设顺利, 将按计划于2025年4月失产, 并计划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慧AI在日本北部打造全自动的2奈米制成生产线。 自动化生产将加快生产时间, 使交货晶片时间只有竞争对手三分之一。 其晶圆厂预计10月完成外部结构建制, EUV曝光设备于12月抵达。 相比起其他已经生产的晶圆厂来说, 打造全自动化工厂使Ribus更有竞争优势。 虽然前段晶片制造流程的设备已经高度自动化, 但后段流程如互联、封装和测试仍属于劳力密集型。 Ribus执行长Bseucicoyt表示, 这将在相同的2奈米产品上提供比其他公司更高的效能和更快的交货时间。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